Hello Carmen 我是新加坡香港人 已經是最厲害的我記得字了 Hello Carmen 之前接受一些媒體訪問的時候 都有被問到 究竟新加坡的教育環境 比在香港的 是否特別國際化 我們接下來 在這邊會去慶祝一個印度的Festival 叫做Deeper Valley 我會一直去說 小K究竟是一個什麼學習環境 讓大家一起去尋找答案 拍一下 吃一下印度東西 這裏是印度式的羅喳 這邊是兩送三送飯 不知道自己吃什麼 可以選擇上面的食物 這個印度羅喳 比我們平常吃的真的很不同 辣椒汁 是非常開胃 有點甜甜的味道 其實首先它的份量非常大 還有這個也有點辣 但我覺得來到新加坡之後 已經是World Train了 我覺得我吃辣的程度 已經是大大提升了 所以其實都OK 都蠻惹味的 小K學校就來了一個Celebration 就是想穿一些Indian的Traditional Outfit 所以我打算來到Little India去買 這裏的Preschool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節日會慶祝 首先會有華人的節日 然後會有馬來西亞人 還有印度的節日 其實這個Deeper Valley 原來中文就叫做 是陶妖節或者是光明節 或者是排燈節 其實都是說的是光明戰勝黑暗 是印度裏面一個非常大的節日 我今天來到Little India之後 其實都看到收尾已經開始 佈置了很多東西去慶祝 其實新加坡的公眾假期 都是很平等的 它會是每一個種族 就有兩天 然後再加自己 一些National Day 總之大家共通的Proping Holiday 就是整年會有的一些假期 講開買一些印度集中地的東西 就來到這個Taka Center 叫做足腳中心 有些Notice提醒人 息事令人 不要那麼容易就大打出手 這裏是小時候上學 身邊的同學生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 除了不同種族的人之外 就有不同國家的人 現在你已經來到一個 是買一些傳統 Indian服飾的 坑當 超級色彩繽紛 我就要選一些比士朋友 很多種類 很多顏色 其實我大學的第一個旅行 我就是去印度 那時候去一個南部的地方 就叫做Hydrobat 那時候也有試過穿這些傳統的服飾 因為那時候參加了一個國際學生組織 在那裏有一個AP 一個Asia Pacific Conference 也認識了一些印度的朋友 都很開心 很搞笑 因為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除了打了一支針之外 我還要帶了幾支水過去 因為是擔心沒有乾淨水 喝 還有會怕水肚不復 所以我這個行李箱是很重的 不過後味都沒有你那麼多了 這裡是真的非常包羅萬有 見到了見到了 就是這些了 可以讓他們開開心心在學校慶祝 這一套可以給男生 通常男生都是穿長袖的 超美啊 這些是男生的 這個很美啊 這個是給小朋友 三四歲就對了 上面這些是很閃閃發光的 哈哈買了啦 大功告成 好搞笑 剛才我當主跟我說 今天已經有很多家長 都是去買 是要給小朋友去做Party 所以我跟他說是給小朋友 他一必都不驚訝 大街上已經準備了這些燈飾裝置了 相信晚上的話會更加美 我覺得在新加坡這個多元的種族環境 其實是給了機會接觸不同的文化 例如是Gip Valley 我剛剛才知道 原來他其實不是印度的新年 雖然他是做很多好似新年的事 例如會是一家人一起去吃飯 又會是清理自己的家 就像我們平時過新年會洗蠟燈一樣 還有也是會做一些Worship 因為都是跟宗教有關的一個節日 另外也是充滿了文化氣息 例如他們吃的東西 他們會穿的新衣 會點燈 燈的樣子是怎樣 但平時在香港我未必有機會接觸到這麼多文化 它類中間是有一隻Piccock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在Preschool 除了有這次的Celebrate之外 例如有Racial Harmony Day 他們會穿著 代表自己民族的服飾 就回學校 然後就會有些小遊戲 還有一些食物 代表著自己的種族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挺好 對於種族共融這件事 其實已經是這裡的小朋友 一個日常生活裡面 剛才看到Indian Heritage Center Open House 平時就是Citizen 或者是PR Lab免費 既然一場來到 就打算走完才離開 哇 就是這裡 完全是超級modern的設計 進去啦 一進來 這個位置是可以拍照的 它還有不同的Prop給你 我們就上了四樓 然後再走到三樓 這個是Early South and South East Asia Sculpture 哇 這道門仔細看 其實是 雕工非常精細 當然不能吃的是 有印度人的傳統服飾 牛在印度來說 是一個很特殊的地位 這個是有不同的職業 不同的男士服飾 大開眼界完 現在回家 說回 新加坡的教育環境 是真是diverse一些 可能他們的文化背景 或者語言的種類 都是很多的 他們隨時都會是switch language 由小到大都接觸不同文化背景的話 其實就令到他們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很理解身邊的不同的人 接受很多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種類 之前去印度的時候 都有畫這個Hannah 好像是印度的紋身 其實過幾天她就會脫色 作為外國人 知道這裡的地方 是很著重種族之間的平等 還有要和諧共處 我是兼有興趣了解不同的文化 然後經常想 哎呀 如果有印度朋友 邀請我去他家裡 一起慶祝傳統節日就好了 我可以真正見識一下 有什麼東西吃 有什麼儀式要做 都挺有趣的 這樣才能真正融入到 當地真正了解到那個文化 還有就是 我也很想有人邀請我去他們的婚禮 如果可以見識一下 究竟傳統的這些種族的婚禮是怎樣的呢 又是另外一番的體驗 講到尾 家長和小朋友的心態是最重要 我們自己都是過來人 都是希望去到新地方會受人歡迎 只要凡事全程投入 哇 還要畫Hannah 就會更加欣賞不同人的可取之處 互相學習的過程大家都開心 今天這條Vlog就到這裏了 如果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給我like我 subscribe我channel 開通知鈕 下條片再見 拜拜